汉末三国 合计约13万 一陵之战 刘备与孙权双方前线对阵的总兵力亦不超过13万 相较之下 发生在三国中后期的一场战役 总体参战兵力竟然接近50万 论规模甚至超过了三大战役的投入兵力的总和 这便是三国寿春之战 那么这场战役究竟因何而起 又为何会演变为三国规模最大的一场生死对决呢 三国时期有三大兵家必争之地 分别是雍梁 京香以及淮南 其中淮南介于曹魏与东吴之间 有着南德怀则足以俱北 北德怀以南不可复宝以的评价 曹魏得淮南便可向东南直指东吴腹地江东 若东吴得淮南则可以进旅北上威胁中原 具备如此地理条件 淮南注定是一个多市之地 为适应边境战事的需要 魏文帝曹丕时期开始在淮南部署战区 并转设征东将军或镇东将军 与扬州刺史合作主理军政 直到曹毛继位 曹魏淮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 经历了曹修 满宠 王陵 贯丘俭 诸葛诞五人 曹修 满宠分别是曹魏宗室和元老宿将 淮南在他们手上局势基本稳定 但到了王陵任上却发生了巨大变故 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 击败了政敌曹爽 从此独断朝纲 曹魏加平三年 时任征东将军的王陵因不满司马懿专权 另立曹操之孙 楚王曹彪为皇帝 意图起兵造反 谁料事不机密 消息败露 司马懿得知后 星夜带兵平乱 王陵因未能掌握兵符 调动不了军队 只能束手就擒 最终畏罪自杀 司马懿论功行赏 拉拢曹爽旧部 扬州刺史诸葛丹 与卢江太守闻亲 调诸葛丹为镇东将军 升文钦为扬州自使 然而 诸葛丹与文钦关系 并不和睦 不久 司马懿去世 诸葛丹与文钦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为了淮南局面的稳定 更好地抵御东吴 结果司马氏大权的司马氏 将原本坐镇京香的 镇南将军 冠秋简与诸葛丹 直位对调 将冠秋简 调往了淮南 诸葛丹则坐镇京香 可是 由于司马氏 打击一己的政治手段 过于激进 很快引起了冠秋简的不满 当司马氏 擅自废除皇帝曹芳 改立曹茅为帝后 偏向曹芳的冠秋简 自认为 也将遭到司马氏的清算 决定先下手为强 联合扬州刺史文钦 一起举兵反叛 此即为亡灵之后 淮南的第二场 大规模叛乱 最终 司马氏带病金征 平定了冠秋简 文钦的叛乱 冠秋简兵败而死 文钦逃往东吴 短短五年光景 淮南却经历了两场 足以撼动曹魏 基业的大叛乱 虽说最后都以无果告终 可是 暂时的风平浪静之下 却是剧烈的暗流涌动 司马氏 在征讨冠秋简 与文钦的战事中 受到刺激 眼上的肿瘤爆裂 很快发病身亡 司马家族的权力 再次发生更迭 由司马氏的弟弟 司马昭接班 原本以为 父亲与兄长 经过一系列的全谋争斗 留下来的 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使之 命运却和司马昭 开了个玩笑 他的命运 从上台那一刻开始 就与一个人交缠在了一起 淮南的两场叛乱中 有一个人都在现场 而且为司马氏 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他就是诸葛丹 诸葛丹 自公修 出身狼牙郡诸葛氏 与已故属汉丞相诸葛亮 以及前东吴重臣诸葛克同族 军政能力颇强 先后受到曹魏权臣 曹爽 以及司马懿父子的赏识 平步青云 成为地方大员 淮南二叛结束之后 他被任命为 征东大将军 再度掌握淮南军政 此时的他看上去 完全是一副 司马氏死党的姿态 只是事情的真相 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诸葛丹 会与司马氏的 新进掌权者司马昭 发生怎样的冲突呢 作为司马家族 完成权力更迭的 最后一块拼图 淮南的命运 又将何去何从 自亡灵 叛乱开始 诸葛代 一直都是司马懿 父子手中的利剑 帮助司马氏 镇压内乱 镇守淮南 等到司马昭 带兄秉政之时 担心自己的权威 不足以控制 整个曹魏政权 特别是拥兵自重 势力盘根错节的 各大战区 并听取亲信 贾冲的建议 先派人前往各战区 慰问战区长官 借机观察 他们的想法与志向 贾冲自告奋勇 前往淮南战区 到达寿春后 声称 京城上流阶层流传着 希望皇帝 善让的言论 结果 诸葛代勃然大怒 骂贾冲 不配当曹魏忠臣 贾冲的儿子 并表示 绝不辜负曹魏设计 还将贾冲 赶出了自己的府衙 诸葛代 愿意在司马氏 专政的情况下 积极参与 平定亡陵 冠秋简的叛乱 但身为 争东大将军 手握重兵的诸葛代 敢于在 司马昭执政之初 在其心腹贾冲面前 表达忠于曹魏的志向 说明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极强的信心 贾冲回到洛阳后 向司马昭 如实地禀告情况 司马昭身知 相较于 亡陵冠秋简 诸葛代 未必是曹魏 真正的忠臣 他坚持 当魏臣的潜在驱动 便是希望 在曹魏的军事体系下 继续维持 对淮南的统治 换言之 每当政权更迭之际 总会有人 想借着东风 巩固自身的 既得利益 诸葛代显然认为 司马昭的能力 比不上父亲司马懿 与兄长司马师 更难以驾驭自己 因此产生了 割据自雄的心思 即便如此 此时的司马昭 心尽掌权 根基尚解不稳 暂时无暇顾及诸葛代 只能在心中 加以提防罢了 反观诸葛代 也因为假冲的话 开始重新思考 自己与司马仕的关系 在巩固自身利益的 大前提下 诸葛代一方面认为 自己无论 受司马仕多大的恩惠 终究是未尘 他可以容许司马仕专政 但不可容许改朝换代 将现有秩序完全打破 另一方面 又害怕自己 不灌丘捡 亡灵的后尘 身败名裂 于是 在自保之心的驱使下 招兵买马 夹住城墙 同时 上报洛阳 阳称 东吴 有意进犯 希望朝廷可以再调拨 十万兵马 驻防淮南 诸葛代的种种异常举动 敏感的司马昭 自然心知肚明 但他仍然忍耐 一边用各种理由 搪塞拖延诸葛丹的请求 一边加快自己权力整合的过程 司马昭上尉后 在政治上 全盘继承父兄的政治策略 极力打压曹魏宗氏 与元老旧臣 拉拢效忠司马氏的大臣上尉 扶持军政新贵 比如任命平定冠秋前 与文钦叛乱有功的 王姬为镇南将军 都督豫州 朱军士 任命同样平叛有功的 司马氏 顾旧 邓爱为安息将军 统帅 雍良战区 朱军士 此类等等 逐步将中央与地方的 实权重臣 替换成 自己人 曹魏 甘露二年 经过两年 处心积虑的经营 对内 司马昭 已然慢慢稳固了自己 在曹魏的权力 对外 强敌蜀汉 因为两年前的战败 尚未恢复元气 东吴也因为内部政局混乱 自顾不暇 司马昭认为 将诸葛旦 这个未来不确定的因素 拔除得实际到了 首先 以朝廷的名义 招令诸葛旦 入朝为司空 表面生殖恩宠 实际上 寓意剥夺诸葛旦的兵权 诸葛旦 接到诏令后 十分的恐惧 害怕自己 失去兵权后 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司马昭 为了自身权力 筹划了多年 他也一样 多年以来的准备 也在这一刻开始 付诸于实践 诸葛旦 总结了淮南之前 两次叛乱失败的原因 认为亡灵失败 是因为手上 未能掌握足够的兵权 而灌丘简手中 虽有兵权 准备却不充分 所以都无一例外 兵百身死 因剑在前 诸葛旦 吸取教训 先发之人 在甘露二年五月 以迅雷之势 抢先杀害了 淮南战区的二把手 扬州刺史 岳琛 拔除了昼夜之患 岳琛 曹魏速将 岳晋之子 因平定冠秋简 文钦叛乱 立下战功 被司马昭 封为扬州刺史 这一任命 实质上 是司马昭 监视并牵制 诸葛旦的安排 诸葛旦 心知肚明 先下手为强 彻底将 淮南的军政大权 控制在自己手中 诸葛旦 随后动员 淮南各地 十余万主军 又在扬州 新招募了 四万余新兵 更在寿春城中 囤积一年的粮食 兵精粮足 为了扩大迎面 他还将自己的小儿子 诸葛亮 送往东吴 表示 愿意以淮南为筹码 换取东吴 发兵援助 只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 诸葛旦叛乱 性质与亡灵 灌秋简都不同 不但反对司马仕 也彻彻底底 站到了曹魏的对立面 与外敌联合 有着自立为帝王的野心 诸葛旦 用兵谨慎 把兵马前梁 全部聚集到了寿春 而后 必成坚守 计划等东吴援兵 到了 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淮南的军事战略意义 不言而喻 东吴一直垂涎三尺 现任东吴大将军 孙琛也正经历着 胸中敌极的正直过渡 他在前任大将军 孙俊死后 掌握了东吴的实际权力 需要一场大胜 巩固自己的地位 诸葛旦的求援要求 让他看到了 建功立业的绝佳时机 东吴方 在接到诸葛旦起兵的消息后 就迅速做出了回应 派遣全端 全义 唐兹等大将以及降将文钦等率领三万人马 先行渡将支援诸葛旦 与此同时 接到诸葛旦叛乱消息的司马昭也开始紧锣密鼓的部署大军平叛 他对诸葛旦叛乱早有遇见 因此并没有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6月 司马昭亲征掉各州共计二十六万大军 亲征诸葛旦 为防自己外出之际 京师发生动乱 同行还裹结了皇帝曹毛和皇太后 并命令飘济将军王厂从荆州出兵 逼紧东吴江陵 在京乡战区开辟新的战场 牵制东吴兵力 曹魏大军陆续抵达寿春时 东吴援军也赶到了 卫军前锋部队与吴军交战势力 吴军趁着魏军包围还没合拢 从东北缺口冲进城中帮诸葛旦守城 魏军很快将寿春包围 朱将认为应该速战速决 司马昭则认为寿春城墙牢固 守卫人马众多 要费很大力气来攻 如果有外援来救 我军会里外两面受敌 这么做很危险 如今三盼都在孤城之中 这是上天要他们一起灭亡 我们要用全胜之策来击迷住他们 坐以致胜 司马昭将军队驻扎在寿春城外 围点打员 以豫州刺史 行镇东将军都渡扬州 豫州军事的王姬与尚书兼安东将军的陈谦 为前线主将 率军四面合围寿春城 城南是与吴国的通道相对重要 王姬督26个军 约13万人包围城东与城南 陈谦兵力略少 都约十万人包围城西与城北 卫军将寿春城前后包围了三层 遍布壕沟堡垒 意图将诸葛诞等人困死在城内 同时以奋武将军 贾捷兼青州诸军事的石包围监军 统领青州主军 并督陵 沿州刺史周太等挑选出的精锐士兵 组成机动部队 在外围游走打击援军 王姬 陈谦 石包 周太 无一例外都是司马氏亲信将领 寿春被为以文钦为代表的将领 多次带着精锐赶死队 仕途突围 结果都被挡了回来 孙琛又以镇南将军朱毅为大都督 贾捷率三万人马 驻扎安丰城 本想靠着这支部队 与寿春城守军形成击角之势 却被周太带兵阻击 在阳渊大战死伤两千人只能后撤 7月 孙琛见朱毅不能取胜 调集大军亲自率军抵达前线 又派朱毅率领柴桑都陆炕 虎威将军丁凤 将军黎匪等部 共五万人攻打卫军 朱毅将资重军粮留在都路 率军驻扎黎江河南面 派置六千人的赶死队 在驻扎地西面六里的地方 驾扶桥夜渡黎江河 修筑起一个掩跃形的堡垒 石包文厅 吴军建起堡垒 率军与周太会合 迅速攻过堡垒 朱毅退往附近高地 建造车厢 围攻夺取附近的五木城 再次被石包周太打败 为泰山太守狐猎 趁朱毅与石包周太交战之时 出骑兵五千 从小路偷袭都路 将朱毅的资重军粮一烧而光 朱毅军因失去粮草 战役大举表示无法救援寿春 孙称大怒不顾劝阻斩杀了朱毅 朱毅是名将朱桓之子 也素有将略 一招被杀三军夺弃 阵前斩大将 轻者痛 仇者快 兵家大计 哪怕朱毅死了 吴军依然拿兼臂死守的卫军 没有办法 又因后勤告急 被迫退回都城 建业 吴军一退 司马昭立马进取 切断了寿春与东吴方唯一联系的水路 而此时 寿春城中 诸葛弹尚未得知东吴退去的消息 又因为新加入的三万吴军的缘故 后勤压力更大 哪怕有这再多积蓄 也不足以支撑二十余万守军的长期消耗 司马昭为而不公的战术 已开始对寿春城内叛军造成巨大的威胁 面对此等险恶局面 诸葛弹又该以什么办法来扭转颓势呢 按理说 诸葛弹在叛乱前聚集了大量的军队 理应如水银泻地主动出战才能打开局面 进而纵横百合 却为何固步自封死守寿春城呢 其中固然有等待动物援军的打算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 诸葛弹有他的考量 寿春城地势低洼且夏季多暴雨 尤其在梅雨季节城外经常被淹没 诸葛弹选择在夏季叛乱 吸引来司马昭大军驻扎城外 只要等到天降暴雨 曹魏全军陷入洪涝时再出兵 学习关于水淹期军便可不废 一兵一卒 必其功予以役 歼灭魏军主力 可是 自诸葛弹起兵以来 连月晴朗 低雨被落 计划因为天时不美而宣告失败 城中无军 久久没有消息 外无援军 城中粮草即将告庆 诸葛弹部将蒋班 交疑劝诸葛弹率主力 专攻一方以突围 不亦继续困手授春 可是 文钦认为 城中亦有东吴将士三万余人 东吴是不可能放弃这些人的 因此 就兵必至 劝诸葛弹固守 并因为意见不同 数次与蒋班等人发生争吵 诸葛弹本欲割据淮南 不愿轻易逃亡 不同意蒋班 交疑的提议 甚至为了在东吴将士前 维护自己与东吴的关系 要杀死蒋班 交疑来表明自己的心意 蒋班 交疑等将领 心灰意冷 逃出城 投降曹军 寿春困顿 退回江东的吴军情况 也不好过 此时 东吴政局很微妙 小皇帝孙亮亲政 开始对权臣孙称不满 意图夺回权力 当时把持东吴朝政的有两股政治势力 最大的是孙称 其次是困在寿春城中的东吴将领 权益权端所在的权氏家族 孙亮与孙称争权 权氏家族的人也卷入了政治斗争 权益权端的家人 为罪潜逃过江 归附司马昭 隋征的曹魏官员 忠快建议司马昭 以权益家人的名义 写信给权益 声称 东吴朝廷因为权益等将士 不能解围寿春震动 想杀尽他们的家人 长期被围困 使得寿春城中的将士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权益 权端等东吴将士闻讯后恐惧不已 不久就率部数千人出城投降司马昭 司马昭对权氏子弟 统统给予封杀 任权益为平东将军 封林湘侯 权端等人也得到了各自的封赏 蒋班交易和权势诸将先后叛逃 使得城中力量薄弱 军心人心更加不稳 甘露三年正月 诸葛旦文卿等决心突围 但都被王姬兼顾的城防 与密集的箭语所逼退 诸葛旦无法前进半寸 反而死伤枕级 唯有撤回城内 而此时的城内粮食已经枯竭 每日都有人出逃投降 寿春城破只是时间的问题 为了暂缓燃眉之急 文卿建议诸葛旦 释放城中的北方人出城 只留下剩余的吴军守城 节省粮食 诸葛旦经历了这一年来的大起大落 他与文卿早年一起在淮南共事时 就关系不好 此时想起最初 自己就是听了文卿的意见 留在城中才会落得这般田地 现在文卿又提议 将自己的部下全部释放到城外 辛仇旧恨涌入脑中 一气之下斩杀了文卿 文卿的儿子文央和文虎 在小城中 听说文卿被杀 带兵去复仇 但士兵们都不愿意去 文央文虎势单力薄 为躲避诸葛旦的追杀 只得出城投降 文央少年英雄 此前跟随其父在灌丘前 文卿的叛乱中 与司马师相遇 率军直冲司马师的中军大仗 导致司马师眼疾发作 眼眶暴力而亡 司马昭与文央 实有杀凶之仇 不过 司马昭深知利弊 认为现在 文央等人的出逃 是兵不写任 拿下寿春的大好时机 如果杀了他们 反而会坚定城中士兵 抵抗的决心 非但没有为难文央 还很大度地赦免了他 并加以封侯 并让文央等 在城外揍马高呼 文卿的儿子都不会被杀 你们又在害怕什么呢 如此一来 守城的将士 更加的军心涣散 二月 寿春城内 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司马昭见城中守城的将士 持功而不发便知道 进攻的时机成熟了 指挥大军 从四面发动全面进攻 城中的守军 毫无斗志 放弃抵抗 诸葛弹无奈 率几百死士 掩护自己 从东门杀出 司马昭的司马 胡愤率不迎击 斩杀诸葛弹 传守城中 死士要么战死 要么被俘 而此战最为壮烈的一幕 也发生在这一批死士中 这支队伍是诸葛弹 用公司钱财 亲自招募 精心培养的 他们对诸葛弹 竭尽忠诚 城破后 这批士兵 还有数百人 全部拱手围猎 毫不畏惧 卫军行刑前劝降 每杀一人 劝降一次 数百人被杀 竟无一人投降 全部被杀 用这一批壮士的话来说 就是为诸葛公子不恨 这种忠诚 真让人感慨万千 可歌可泣 吴将于全 也是个誓死如归 值得赞颂的人 他本来可以逃脱 但却没逃 说 大丈夫受主人之命 带兵救人 既不能战胜敌人 还要束手就擒 我不能这样做 脱去身上甲胄 冲进卫军阵营 搏杀而死 司马昭 唯点打员的战略战术 取得巨大成功 不到一年就平定了 投靠吴国的诸葛旦之判 诸葛旦固守带员的战略战术 则彻底失败 规模庞大的淮南第三次叛乱 自此落下帷幕 寿春之乱历时八个月 诸葛旦到死 也未完成关于水淹七军的壮举 最终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平定叛乱后 司马昭移灭诸葛旦三族 任命在诸葛旦叛乱中立功的王姬为征东将军 都督扬州军事 经历三次大叛乱的淮南 从此真正掌握在了司马氏的手中 淮南三叛 对曹魏 蜀汉 东吴 三个国家 以及三国鼎立的形势 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司马昭倾全国之力 率26万大军在淮南用兵十月 大大消耗了国力 但诸葛旦败亡后 曹魏旧臣已无力对抗司马氏 未尽善待 已是不可扭转之事 对于东吴于蜀汉而言 两国即便在曹魏内乱之际 积极地参与对曹魏的战争 却均无法取得尺寸之功 表明北方政权已在无形中 积累到了可以压倒双方的强大实力 如此强大的表现 暗示三国鼎立局面 即将走到尽头 三次淮南之盼的结束 在某种意义上 也预示着三国鼎立的局面 已经慢慢失去了平衡